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早前將俄羅斯僱傭兵組織華格納定性為跨國犯罪集團 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宣布 對華格納相關的6名個人和12家實體實施制裁 財政部表示制裁行動將會和國務院宣布的制裁行動同時進行 美國國務院宣布針對華格納直接和間接相關的實體和個人制裁決定 分別是和華格納集團及其領導人普利·郭俊有關的5個實體和1名個人 以及幫助俄羅斯軍事行動和本身為政府官員的9名個人及14家實體 美國當局指控華格納在中非共俄國、馬里和烏克蘭從事犯罪的活動 因為和華格納集團有關聯而受到制裁的機構 包括向華格納提供衛星圖像的中國長沙天移空間 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及一間俄羅斯科技公司 對於德國和美國決定向烏克蘭提供坦克在內各類武器系統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 西方國家向烏克蘭供應武器 俄方會將所做的一切 理解為直接捲入衝突 並認為西方的參與程度仍在增加 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 日前在澳洲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勝利 我們一起和巴士的布的評論員Anthony Kinkink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美國福布斯網站26日報道 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日前在澳洲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崛起是世界的巨大勝利 還說美國如今在政治上更為衰弱 好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需要在世界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美國福布斯網站說到 蓋茨是在23天在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發表上述的言論 當被問及對中國有多看好的時候 蓋茨指出中國是佔據了全球人口數量的近20% 現在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和全球人口中的比重是完全匹配 蓋茨說到他傾向於將中國崛起視為世界的巨大勝利 蓋茨還說美國當前對中國的心態是一種雙輸的心態 而中國也對此給予相對的回應 蓋茨說如果你問美國的政客 你希望中國的經濟是收縮20%還是增長20%呢? 恐怕他們會投票支持 是的 我們去搞窮這些人 這麼說 他們不明白對於全球經濟 癌症藥物的發明 氣候變化的解決來說 中美都是休息與共 另外根據西澳人報在23天的報道 蓋茨當日也進一步表示 他說當前的世界體系是圍繞著美國的領導地位而設計的 但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此前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種種的退群行為 就深深地損害了美國的全球地位和聲譽 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的任何角色 是不是都會令到整個世界是受益 這一點已經是不再好像十年前那麼明確了 蓋茨直言 美國如今在政治上比過去更為衰弱 尤其是考慮到美國的政治兩極化的情況 華盛頓或者很難再醞釀出原先在全球的獨特作用 蓋茨說 他說隨著其他的國家越來越富裕 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這些中等收入國家 需要在世界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針對中美關係和雙書心態的說法 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秦剛在本月四日曾經在美媒刊文指出 他說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 攸關兩國人民和我們這個星球的前途命運 他強調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 你輕我衰的靈和博弈 寬港的地球是足夠容下中國和美國各自發展 共同繁榮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是機遇而並非挑戰 我們不能夠令到偏見和錯誤的認知 就導致兩國偉大人民之間的對抗衝突 雙方應該在兩國元首的戰略指引之下 找到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 繁榮的正確相處之道 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Anthony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備忘錄 決定延長容許在美 合資格港人逗留期限兩年 指責北京繼續侵蝕香港人權利和自由 外交部駐港公署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說香港正在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上穩步向前 事實證明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全符合香港的實際 為香港實現由亂到治 走向由治及興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美方蓄以延長所謂涉港備忘錄執行期 實際的意圖就是藉著操弄簽證政策 為外逃反中亂港分子提供避風港 充分暴露美國唯恐香港不亂的險惡用心 政府專家顧問劉雨龍表示 有需要就過去3年的抗疫工作檢討 並由本港一名得高望重的大法官主持整個流程 他說檢討過程不應該只局限於疫情的應對 也不是要針對任何人和任何決策局 強調是要從整個制度上作全方位檢討 包括醫療系統、院舍和房屋政策等等 劉雨龍認為相關檢討是全社會的工作 需要涵蓋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醫療、工程專家 也要聆聽院舍和劏房戶等市民的聲音 並非一個委員會關門 一群尖子談完就完 要回歸以人為中心的檢討 他認為檢討無需要帶執著於 是不是有人決策出錯 或者執行上有偏差 反而希望主力的大法官可以不偏不倚 令到每個人包括市民、傳媒等等都苦心自問 過去3年抗疫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對於預算案會不會再派發消費券 陳茂波表示未有定案 他強調要考慮經濟情況和政府的負擔 消費券開支較大 要小心採用 外界期望向特定行業提供服業資助 或者是復償基金 陳茂波表示始終資源有限 往往的方式今日未必適用 他又指預算案型系諮詢 要了解什麼方式才是最好 每日朝點新聞講到這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